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以1-24-66-14-6的比分 继去年WTA500东京公开赛决赛后 再次赋予这位俄罗斯盟女 止步女单半决赛 虽然止步半决赛 但是凭借本战比赛斩获的185个WTA积分 郑清文的WTA总积分达到了1599分 即使排名上升至第24位 再创了个人职业生涯新高 同时 郑清文也顺利获得了下周WTA500多花战的正赛资格 将在首轮挑战赛会5号种子 希腊选手萨卡里 在女双半决赛中 中国选手张帅与巴西双打好手斯特凡尼的配合渐入佳境 经过84分钟激战 张帅斯特凡尼 巴西以2-07-56-3的比分 战胜了跨国组合加藤魏维 日本尼库莱斯库 罗马尼亚 本赛季首季女子双打决赛 决赛中 张帅组合将与青山修子 日本 詹浩琴 中国台北 争夺女双冠军 比赛计划于北京时间2月12日19时开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